发布会将通过景明直通车上海官方微博微信视频号 澎湃新闻、触电新闻、周到新闻客户端进行网络直播 感谢以上媒体的大力支持 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 行政总队二支队支队长叶峰 经政总队指挥处副处长王洪涛 交警总队勤务处副处长叶青 今年以来为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全力守护城市平安 上海警方深入推进力建2023系列行动 主动出击围绕打击多发类案 打防电炸犯罪 矛盾纠纷化解 道路交通治理 不间断组织开展集中清查整治行动 实现了降发案、多破案、保稳定、减事故的效果 今年一季度 全市面上治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压降 全市报警类警情同比下降9.2% 违法犯罪案件同比下降9.5% 交通事故亡人数同比2019年下降24.5% 下面请行政总队二支队叶峰支队长介绍 上海警方快破多破民生小案 严打轻财犯罪 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有关情况 各位媒体记者上午好 下面由我为大家通报上海公安行政部门 在力建2023系列行动 一季度的主要成效和做法 2023年以来 上海行政部门依托力建2023系列行动 紧密围绕冬春季节治安形势特点 持续对轻财内案和电信网络诈骗发起伶俐攻势 打团伙 倒窝点 斩链条 吹网络 有力震受了违法犯罪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一是重拳打击传统轻财犯罪 快破多破民生小案 群众利益无小事 小案连着大民生 近年来 权势行政部门在实现命案抢案 持续多年前破的基础上 始终对传统轻财犯罪保持高压掩打态势 行动以来 权势两入案件 指的是入室盗窃和入民宅盗窃案件 破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对于传统民生类的盗抢骗轻财案件 无论案之大小 上海警方会第一时间组织刑事技术人员 侦察员和派出民警进行协同作战 开展案件现场勘验评估和反馈 最大限度补权案件真实信息要素 形成一案一档 对涉案资金人员物品 即时比对 全力抢占破案打击黄金期 力争多破快破小案 同时 上海警方也在侦察过程中发现 随着方便快捷的网络购物 成为日常消费的重要选择 一些传统的购物类诈骗案件 也开始向网络端发展 日前 嘉定警方接连增破两起网络诈骗案 涉案金额共计12万余元 3月14日 嘉定封局楼堂派署 接到某电商平台报案称 发现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的 电子产品订单出现异常 经查 有人频繁买入手机 固态硬盘等电子产品后 以狸猫换太子的方式 将自己低价购买的假货 次货用于退货 嘉定警方迅速成立 专案组展开侦查 很快锁定张某郑某两名嫌疑人 查清真实货物可能的流向 随后警方于3月7日 3月17日分别在嘉定亲谱 将犯罪嫌疑人张某郑某抓捕归案 告案后 两人交代了利用电商平台 提供的七天无理由退货服务 通过非法手段恶意调包 再将正品手机硬盘 转卖获利的犯罪事实 目前 两人因涉嫌诈骗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二是 警钉非接触 轻财犯罪新刑事 主动出击 坚决遏制 随着以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为代表的非接触 轻财犯罪的打击诊治力度 不断加大 犯罪分子的对抗手段 也层出不穷 他们依据不同人群的知识层次 物质需求 结合社会热点 定制不同的脚本 实施诈骗 如利用旅游出行高峰 以代办签证 购买优惠机票 冒充客服退票等名义 实施诈骗 又如利用年后求职热潮 通过购买虚假证件 伪装成正规公司 在各大平台上 发布虚假招聘信息 实施诈骗 更有胜者 诈骗分子先给被害人 赠送免费礼品 进行引流 进而实施刷单诈骗 对此 上海警方聚焦 电信网络诈骗新手法 新热点 立足境内打境外 立足境内打境外 积极探索打击犯罪新思路 坚持源头管控 从现案着手 对旧案进行梳理 深挖扩查犯罪团伙 及其关联人员 近日 闽航警方 从一起网络红娘 涉嫌诈骗案件入手 深挖出一个 以网络交友为名义 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成功将八名犯罪嫌疑人 抓捕归案 2月26日 闽航警方 接到四名何先生报警称 其在短视频平台上 经人有偿介绍 相亲被骗 经闽航警方查证 以岳某为负责人的 某文化传播公司 通过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介绍婚恋信息 吸引潜在客户 并使用虚假女子网图 大肆招揽男性会员入会 骗取大量会员费 同时 该公司成员 还通过假扮相亲女子 编造各种理由 骗取相亲男子的钱款 3月30日 在查清岳某等人的犯罪事实后 闽航警方 冰封多路 成功将岳某 乔某等8人抓捕归案 到案后 据岳某等人交代 他们所介绍的相亲 从未成功过 一旦有会员质疑服务内容 并未兑现 而要求退费时 便以故意拖延 自知不理 甚至拉黑消失等手段 拒绝退费 目前 犯罪嫌疑人 岳某 乔某等6人 因涉嫌诈骗罪 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其余成员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过程当中 除了犯罪手段的变化 电信网络诈骗 黑灰产犯罪 也在不断迭代升级 近期 红口警方在侦办一起 冒充熟人诈骗案件时发现 犯罪分子将被害人 钱款提现后 先截取少部分作劳务费 再将账款以远高于市场价的汇率 向个人卖家兑换成虚拟币 转移资金 并且短时间内 经手的诈骗款项就高达千万元 在掌握上述情况后 红口警方寻现追踪 在厘清团伙组织架构的基础上 出动多路警力 赴全国多省市 将跑分团伙成员 数字货币卖家等 共计19名犯罪嫌人 抓捕归案 今年以来 针对犯罪分子 利用新技术 新手段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黑灰产犯罪的趋势动向 市公安局行政总队 牵头全市公安机关 开展了多轮集中抓捕行动 赴全国12省21市 捣毁电炸窝点 及关联的转账洗钱 技术支撑 引流推广团伙 60余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1000余人 追缴涉案之金额 520余万元 三是多错并举 快速追张完损 手牢群众钱袋子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同时 上海警方也将人民群众 关切的追张完损工作 摆在重要位置 紧盯设诈资金链 注重从预警劝阻 资金拦阻 指付完损 追张返还四个维度 综合试测 在预警劝阻方面 通过市区所三级联动 按照预警被害人的风险等级 风级风类 开展T字叠加劝阻 日军短信电话 见面劝阻 潜在被害人 两万余人次 在案前资金拦阻方面 通过运用大数据和高科技手段 构建的设诈资金防阻盾 及时拦截本市个人账户 向设诈黑名单账户转账 直接避损资金两亿元 在暗中指付完损方面 进一步优化完善 接报及指付机制 即最大可能在最短时间内 拦截被骗资金 今年以来 全市共紧急指付 1.2万余个设诈账户 直接完损3.7亿元 在暗后追赃完损方面 足及梳理设诈账户中的冻结资金 明确被骗资金部分 并按照法定程序 尽快发还到被骗群众或企业手中 下一步 全市行政部门将持续推进 例件系列行动 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违法犯罪 不断严密打防管控各项措施 全面提升精确预警 精细管控 精准打防能力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上海 保驾护航 我就通报这些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叶峰支队长的介绍 下面请金针总队指挥处 王洪涛副处长 介绍上海警方护航经济发展 严打经济犯罪 守护群众民生安全的有关情况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上午好 下面由我为大家介绍 上海金针部门 一级度意见行动的工作措施 和相关工作成效 今年以来 上海金针部门依托新型现代警务机制 深入推荐历件2023系列行动 精准预警 精准打击 精准处置 各类经济犯罪及风险隐患 推荐领域区域经济风险源头治理 为上海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截至目前 全市公安机关累计侦破各类侵害百姓财产安全和健康安全的经济犯罪案件970余起 涉案金额320余亿元 一是全力捍卫经济安全 为护航经济健康发展 保障群众财产安全 上海警方会同相关行政监管部门 密切关注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新态势新动向 集群打击产业型规模性犯罪团伙 集中侦破了一批 以养老服务 影视投资 数字货币等各类名目为谎的投资理财类经济犯罪案件 同时 深入走访行业协会 重点企业 了解其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困境和需求 汇聚了一批重要线索后 迅疾开展研判 侦破了涉及套路硬片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利用私募基金产品 嵌套实施非法经营证券融资犯罪 利用农民专用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 实施虚开发票犯罪 利用网络直播平台实施洗钱犯罪 等一批新类型经济犯罪案件 通过重拳严打 标本监制 铲断了一批新兴黑灰产业链条 有利整肃了行业风气 二是权力保障民生安全 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 上海警方持续会同市场监管 绿化市容等行政监管部门 不断强化对侵权假冒等犯罪的网络巡查 和源头打击 依托集中清查 统一收网 集群打击等方式开展专项整治 用最硬的拳头释放最暖的关怀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和本市营商环境 期间聚焦食品药品 服饰香包 儿童玩具 日化用品等二十余个领域 及时排查风险隐患 侦破了310余起侵权制售假犯罪案件 涉案金额5.9亿余元 全力呵护上海市民的高品质美好生活 近期 市局竞争总队会同普通分局 全链条捣毁一特大非法制售减肥药团伙 今年3月 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部署下 上海市公安局竞争总队 牵头普通分局 对特大生产销售非法减肥药的团伙 开展集中收网 在全国28省83地抓获犯罪嫌疑人100名 捣毁生产仓储窝点6处 查获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 西部取名成分减肥类保健食品10万余例 生产设备6台 以及各类外包装2万余件 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 今年1月 浦东警方在工作中发现 有人通过网络平台 大肆发布减肥类保健食品销售广告 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警方点击进入这些店铺后发现 有评论表示服用后有头晕 呕吐等不适 警方遂介入调查 经鉴定 这些网店所销售的保健食品中含有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西部取名成分 该成分主要通过控制食欲来达到减肥的目的 长期或过量服用会导致心跳加快 恶心腹泻等不良反应 也会增加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市局竞争总队随即会同浦东分局成立联合专案组开展立案侦查 很快掌握了多名涉案卖家的相关信息 并通过层层追溯锁定了上游的供货源头 逐步刻画了完整的犯罪网络 经查 以犯罪嫌疑人张某刚 张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 为谋取非法利益分别在河南浙江等地租用农房 作为加工窝点 以西部取名为原料 使用手压式薄膜封口机 电子秤等工具 私自加工生产胶囊片剂等形式的各类减肥类保健食品 并以每粒0.8元至1元不等的价格 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对外销售给犯罪嫌疑人刘某等十余名下游经销商 四后 刘某等下游经销商在明知添加违禁原料的情况下 仍以产品可速身进体 提高免疫力为噱头 通过社交软件层层发展下线代理商 最终以每粒30元至100元不等的价格出售 3月23日上海警方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在相关省市的警方配合下 在河南浙江上海等全国28省83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一举捣毁了涉及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完整犯罪产业链 目前上海警方已对张某刚张某刘某等25名主要犯罪协议人 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对其余75名犯罪协议人依法取保候审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下阶段上海警方将不断强化与行政监管行业协会 企事业单位的通力协作 着力提升精准打击水平 进一步加强普法防范行政监管形势打击的闭环保护 为维护本市经济兼容安全稳定和上海市民的高品质生活 贡献智慧力量 我就冲爆这些谢谢大家 谢谢王洪涛副处长的介绍 接下来请交警总队勤务处叶钦副处长 介绍全市交警部门 今年以来优化交通秩序 全力压降道路事故 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有关情况 大家上午好 下面由我向大家通报一下 今年以来本市交警部门优化交通秩序 守护出行安全的情况 今年以来上海道路交通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交通秩序治理 事故隐患防范 道路排毒保畅等工作都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历届2023系列行动开展以来 全市公安交警围绕 严止法降事故保畅通 对标世界一流平安城市的目标 坚定不移地持续推进各项交通管理工作 并不断改进交通违法整治模式 努力构建更有序 更安全更干净的道路交通环境 一是聚焦抑制堵抑制乱抑制货交通违法 进一步提升执法效率 今年一季度公安交警部门开展全市统一行动14次 片区轮动整治51次 并梳理出了15类抑制堵抑制乱抑制货的交通违法 作为整治重点 最大限度把警力压在路面 提高见景率 有针对性的向易堵易乱路口 路段倾斜 切实有效的维续保畅通 期间 重点针对酒驾最驾开展高频整治 结合节假日 重点时段 餐饮娱乐场所等重点区域 精准布设卡点 一季度全市涉酒道路交通事故 同比2019年下降39% 针对非机动车闯红灯 逆行等交通完证 我们坚持零容忍的态度 在加大现场执法查处力度的同时 叠加摩托车滚动式执法 并创新采用视频加士兵联动查处的方式 实施精准打击 最大限度的易控道路交通安全 风险 同时依托公安交警 智慧交管 EatPass系统和大数据分析 对各类隐性交通违法 实现精准打击 今年以来 供查处适格驾驶 假套牌 货车载人等重点交通违法 700预期 并根据系统推送的预期未检验 涉嫌非法改装 报废车 人上路等 抑制或交通违法线索 查处相关违法行为 1500预期 二是 部署交通设施 隐患整改三年行动 协同共治 降压道路交通事故 经验以来 公安交警 继续用秀花功夫 推动降压事故 各项举措 一季度 全市道路交通事故 亡人数 同比2019年下降 24.5% 行动以来 公安交警部门 结合本市道路交通事故的 成因和特点 创新组织开展 道路交通设施安全隐患 整改三年行动 组织全市交警系统 重点排查 道路中央 隔离栏缺失 机飞隔离栏缺失 零水零河 护栏缺失 无信号灯路口 等12类道路交通设施隐患 分阶段设立 三年整改工作目标 目前已完成 380余处 点位设施整改 此外 今年市政府召开的 2023年度 本市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会议 动员市交通委 市应急局 市公安局 市绿化市容局 市盗运局 市市场监管 监督管理局 等22家成员单位 行程合力 协同开展 本市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市安委会挂牌 督办十条 市级事故多发道路 市公安交警部门 积极参与 城市综合治理 为行业源头管理 提供数据支撑 汇同市城管 绿化等部门 现场查处 违法违规 扎吐车 50余起 向市交通委 市绿化市容 市城管执法局 等委办局 推送违法违规 线索签余条 一季度 全市大型货车 道路交通 亡人事故 同比2019年下降 30% 三市动态优化 道路交通组织 不断提升通行效率 今年以来 本市公安交警部门 不断深化调研 动态优化 道路交通组织 提升道路通行效率 围绕长宁区 中山公园 静安区 华山路 万航渡路等 拥堵路段 公安交警部门 综合利用 调整路口车道布局 增加续车空间 增设隔离设施等措施 有效提升了 路口通行效率 针对高架下闸道 相连路口 结合交通运行状况 流量等情况 通过信号灯 迟起早段 调整滤波等手段 缓解了路口路段 拥堵情况 平衡了交通流量 今年一季度 累计对中山北一路 中山北二路 人民路 河南路 延安隧道 浦西出口等 一百二十余个路口 进行了信号灯 配时优化 此外 今年以来 本市各类 站路施工项目 量多面广 目前正在施工的 站路项目 有一千两百余个 对上海的 城市交通运行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为此 公安交警将继续做好 草宝路快速化改建 北恒通道 东段新建工程 楼山关路 架空线陆地 核杆整治等工程 同步施工 配套交通组织工作 保障施工区域及周边道路 交通安全与基本畅通 我就通报这些 好 谢谢叶清副处长的介绍 发布会的通报就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提问环节 请提问的记者先通报一下 您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先请第一排这位女士 江苏广电记者 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关于网络交友 这个诈骗案件 就是其实像现在这种主播 其实很多 那其实都是以网络的形式存在 那对于警方去破获 或者去抓住这个犯罪嫌疑人来说 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要去怎么去进行 现在针对这个网络 以网络交友平台 这个实施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形式呢 就像你说的是很多 那么我们上海市公安局行政总队呢 也结合新发现的新发生的 或者有一些苗子性问题的 一些这种平台上展露出来的迹象 痕迹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一些暗事件 我们呢也在不同的时间段 及时的通过这个警民之通车 这个APP啊 都发布一些新的这个电信网络的 这个可能会使用到的一些手段 希望市民呢提高自我的 这个防范意识 那个希望大家呢 就是及时的关注 我们发布的这些提示性的信息 好吧 关于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 我们可以稍后采访 敏航分局侦办的民警 好 请继续提问 这边这位男士先 警方日报我想问一下 就是目前上海的这个交通违法 主要有哪些 然后这些违法的高发原因是什么 另外一个除了我们日常的处罚之外 在管理层面还有怎么样的 有效的手段和措施 谢谢 我们请叶晋副部长 好的 那随着这个经济的全面复苏和这个市民群众生活的这个 如常的恢复 那个出行 近年以来的这个本市的交通的出行量 有一个非常大的井喷式的这个增长 我们根据第一季度的这个统计来看 日均的这个载途的车子的日均量已经达到480万 然后分值时段的载途车辆的数量达到了90万 这个数值都是此前疫情之前啊 都没有达到过的 都没有达到过的 那么此外呢 就是三年的疫情 也给市民群众啊 出行的这个需求造成了一定的压制 那么疫情后转断之后啊 他们一下子恢复之后 出行的这个需求也是成了一个爆发的 爆发的这么这么一个释放的情况 所以呢 这个这些原因都是给我们本市道路的秩序管理 和那个事故的降压和防控带来的这个压力 那么目前呢 我们本市的交警部门啊 是着眼于保障全市的经济发展大环境 以及人民群众的这个财产生命安全 主要是紧紧的贴靠和围绕着 15类的这个一支货 一支乱和一制度的交通违法 比如是非机动车的静态的不带头盔 机动车驾乘人员的不带安全带 还有机动车的围停 乱名号 酒醉驾 等15类基础的这个重点违法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加恩的机制 就是在阶段性的 时段性的 季节性的 有造成社会热点的 或者是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些违法行为 我们会做一个临时的添加 临时的添加 依托这个我们六个结合的方式吧 六个结合的方式 予以持续性的整治和打击 然后下部 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啊 能一如既往的理解和支持公安部门 开展的交通违法整治工作 文明手法出行 通过警民携手 构建更有序 更安全 更干净的道路交通环境 为上海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谢谢 你说的是载图量 日均出行量达到480万两次 然后高峰时段的分值载图量 是90万 这是小时数还是 90万是不是很小时吗 时时的还是 时时 时时时时时 时时再突 对 这个大概跟19年比是一个上的状态 和19年比的话 应该是 20%左右的上升 我说的是分值啊 上海电视台记者 想问一下就是 这个竞争总队 在本次专项行动中 打击的重点是什么 感谢提问 此次专项行动中 上海公安竞争部门 牢固树立 小目标的理念 那么坚持精准预警 精准打击 精准处置各类经济犯罪 和风险隐患 重点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严重危害国家 经济金融安全的 突出的经济犯罪 例如为涉堵涉诈等犯罪 提供非法资金清洗通道的 一个非法经营的犯罪 利用税收政策 侵害税计安全的 虚开骗税犯罪 第二类是 严重威胁行业市场秩序的 突出犯罪和热点乱象 例如流量造假犯罪 利用网络直播 从事非法证券犯罪活动 第三类是 严重侵害市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财产安全的突出犯罪 例如打着各类旗号的 投资理财类经济犯罪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 我们是分阶段有重点的 开展深度攻坚和打击整治 特别是强化跨区域 跨领域 跨警种的合成作战 努力做到整体压降 突出泪案 深度治理 突出领域 集中攻坚 突出缓解 确保打防并进 整治有利 此外呢 为进一步提升 打击整治的成效 我们还牵头全市竞争部门 在行动期间 吩咐全国各地 对境内外逃犯 开展集中的 击补规券 我就会通报这些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最后再提一个问题 第二排这位女士 你好 我是法智日报记者 我看到我们刚刚行政总队公布了一个案 一个数据啊 今年以来全市两入案件 破案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对于入市倒计和入民债道歉是与我们老百姓息相关的 大家都非常关心你这个90%是如何达到这样的高的数据 我们平时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请我们行政总队的来回答一下 好 请叶峰支队长介绍一下 好 谢谢你的提问 那个我觉得这有几个方面吧 一个呢就是随着科技强景啊 这个现在信息化发展很快的这个社会啊 这个信息给我们这个公安破案呢 提供了新的战斗力 第二呢 我们的专业队伍呢 经过不断的提升 这个专业数字呢不断的增强 第三呢 我们随着在破案当中不断的完善我们的一些侦查破案的机制 还有落实一些我们的工作机制呢 使我们综合的侦查破案的能力 在近几年呢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第二块呢 是就是随着这个各级党委政府的这个对计防工作的重视 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计防设备啊 落实安装啊 系统工程啊 在这几年呢 达到了比较大的完善 那么使我们这个很多想实施这方面犯罪的人员呢 这个无从下手或者难以下手 那么很多这个街道小区呢 它的抵御犯罪防御犯罪的能力呢 也达到了比较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第三块呢 就是我们在工作机制上呢 重点突出了案前案中案后三个时间段 那么案前呢 我们在案发以后呢 要求多警种到现场实施综合评估 第二呢 就是我们案中呢 就是实际上在发案的同时呢 在现场勘察的同时 评估的同时呢 我们的侦查破案是动用多警种资源 同时启动 仅仅抓住了这个破案的一个黄金期 同时这样呢 也对我们这个追赃完省呢 有能够达到最高的效率 第三呢 我们在这个破案以后呢 即时总结在这个过程当中 无论在侦查破案上 还是在防范上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即时的予以弥补和完善 那么通过这些方面的综合试测呢 我想这个我们的这个入室盗窃的破案水平呢 可能还能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 那么同时呢 也通过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请市民老百姓呢 要注意自身的防范意识 因为入室盗窃 虽然现在案件的总量在下降 但是还是时有发生 希望大家呢 注意好自身的安全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叶峰支队长 今天的提问环节就到这里 下阶段 上海警方将警钉当前违法犯罪活动 呈现的新形式 新特点 持续深入推进 历见2023系列行动 通过整体压降突出泪案 深度治理突出领域 集中攻坚突出环节 确保本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上海文部三在三号掉头区 叫我做正义演员 由我的岗位就是纺织场 人情的这条路呢 在老上海时代 是著名的霞飞路 音处 天出 人 水 水 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